你的所作所为 以免日后再犯 你给我站住 女儿大了 我一个都管不了了 也不想想自己都几岁了 还有多少时间让她去混 她不会是 到隔壁找蓝天去了吧 妈 我觉得结婚这个事呢 是大事 不能随随便便的 还是顺其自然比较好 我也不想逼你们 可是你们看看 你们都找的什么人呢 一个个的 既然她只是暂时不想结婚 又不是要打一辈子关棍 而且我现在还不想嫁人呢 你还不想嫁人 你一个女孩子 你能浪费青春吗 我告诉你 等你人老珠黄的时候 你可对我都哭了 哪能啊 有这么好的妈妈 我也不舍得嫁啊 我可不想养你一辈子啊 那我不管 我要赖在你身边 做你一辈子的好女儿 是让你敢都敢不走 就你嘴巴贴 看什么啊 你别光顾着看书 难道你一点都不关心 我今天去了哪里啊 不就是去相个亲吗 有什么好关心的 那你不好奇 我相亲的结果如何 相亲的结果如何 还能怎么样 找不到比我 更优秀的人了吧 少臭美了 我告诉你啊 今天会场上的人 比你优秀得多的是 虽然不是高富帅 那至少也是 成熟可靠稳重型的 不知道甩你多少条街 那么优秀啊 那你跑我这儿来干吗 快去找那些 成熟可靠稳重型的男人 就算是演的 你也好歹吃个醋吧 淑菲 干吗 傻瓜 我哪有那个闲工夫啊 万一你受不了我乱吃醋 我跑了怎么办 我还得另外找人 陪我给外婆过生日 你想想 我要是吃醋多麻烦啊 外婆生日 什么时候 下周 这次我们一次性 搞定那三个女人 为什么要让我 搞定外婆她们 她们不是你的困难吗 好 行 那么 你家的那位太后 就交给你了 好吗 没别的招 只能赖 你妈请齐人吃饭 还没请过我 要不然 我们俩 伤米煮成熟饭嘛 怎么样 想什么呢你 你这个臭流氓 臭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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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忙 你有病啊 中学的时候 我常看你坐在秋千上 然后淑妃就帮你推 说了两个好笑 其实那时候 我还挺妒忌淑淑妃的 为什么 是吗 因为你们两个感情太好啊 简直就像连体鹰一样 连我写信给你 都要通过淑妃的审查 你说 我能不妒忌吗 可是 如果没有淑妃的话 我们两个就不会在一起了 说的也是 别再谈过去的事了 对了 下个星期就是你的生日 有没有计划 没有计划的话 我帮你新生 其实 你已经帮我准备过圣日惊喜了 我 中学时你说过 忘记了 你说的是那个 到时候 你一定会很惊喜的 是吗 期待 惊喜 惊喜 你到底有没有想起来 给学长什么惊喜啊 我根本就没有准备过惊喜给学长嘛 你肯定有准备过的 不然他怎么会那么说呢 你快点找 不然就漏馅了 这不是再找了吗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我哪有这么好的记忆力呀 我要是真有那么好的记忆力 我还当什么伤开 我直接当学霸好了 没有记忆力就用眼睛找呀 你看你都得四只眼睛了 这么少了 好了好了 我这不是正在找着呢吗 怎么这么多呀 倩倩 你们俩这次又是为了什么呀 都已经多长时间了 你不会真想让他在我家住上一辈子吧 他爱住哪儿住哪儿 已经跟我没关系了 我们已经离婚了 离婚 董事长 你怎么没跟我说你离婚的事啊 你没问我 这种事情要问的 你离婚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可以瞒着我不告诉我呢 反正说不说结果都一样 好啊 你不告诉我也没关系 那以后准备怎么办 你不打算让倩倩搬出去 真想在我家赖一辈子啊 房子给倩倩了 你说什么 我说你问我哪儿 妈 我呢 我呢 我呢